美英、澳三邊安全合作協議 奧富斯協議 大門以促進網絡技術 10月26日澳洲色尼晨峰報報道 紐西蘭駐澳洲高級專員安尼特金 在坎培拉表示 紐西蘭可能會加入奧富斯協議 是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在內的 新興網絡技術的發展上 主要是在澳洲高級專員 安尼特金在接受採訪時說 雖然紐西蘭永遠不會參與 核動力潛艇開發 但是紐西蘭歡迎美國和英國 加強在印太地區的參與 他表示紐西蘭與澳洲、美國 和英國之間的安全與情報關係 不會因為奧富斯協議 而發生任何的改變 他強調我們已經重申了我們的共同目標 即是在我們的地區實現和平與穩定 並維護一個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 並維護一個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